扛個15公斤的沙包全力衝刺 28公尺折返跑 現場加油聲不斷 但這不是運動會 而是原住民山林守衛隊員的 徵選測驗 大家卯足全力 因為男生滿分目標 是要在9秒以下 而女生也要扛沙包 扛10公斤重的沙包折返28公尺 在11秒以下就得滿分 因為守護隊員 除了協助傳統文化遺址的進黨之外 還要維護部落傳統山川資源 協助未來入侵的動植物清除 還有救災 需要滿身跑很吃體力 不過也吸引許多的青年返鄉應事 從我以前第一年很不認識 那一直到今年已經是邁入第六年 我學到了很多一些長輩給我的知識 很高興有這樣的一個就業機會 那在部落可以在地的 究竟的去工作 希望返鄉替部落盡一份力 就是真才主要針對納馬夏 桃園 還有茂林三區 開出隊員 行政助理等25個職缺 其中守護隊長跟行政助理 月薪2萬9 隊員跟文書助理則是2萬8 比基本薪資高一些 總共有42人報考 因為我本身是國軍退役 我想要參加這個原因是因為他離家近 然後我的孩子在部落就學也方便 大概將近一半以上大概都是新的成員 在這一次其實普遍的都年輕化 在原鄉部落提供就業機會 爭取年輕人返鄉 將透過計畫培育部落人才 守護生態保育之外 也將部落傳統知識文化 持續傳承下去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